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面的女调查员听得一吐雾水 打断了面前这名叫杰克的男人 无奈 男人从时间的开头重新讲起 时间回到了2016年10月9日 我们的主角名为杰克·乔伊斯 凌晨四点 乘坐出租车来到了河岗市大学 此刻的大学里一片狼藉 随处闪了着各种标语 海报 介绍了学生们不久之前才进行了一场抗议活动 而抗议的对象是一家行业巨头 莫拉奇公司 一名叫艾米的学生告诉我们 莫拉奇公司为了兴建研究设施 准备拆掉河岗大学历史悠久的图书馆 这让学生们难以接受 不过杰克并不关心这个 他今天来这儿是为了见证一项 足以改变世界的研究 于是他加过脚步向物理实验楼走去 杰克的朋友同时也是这项研究的主管 保罗霍林早已在此功后多时 这项研究不仅有保罗的功劳 还有很大部分功劳来自于杰克的哥哥 威廉·乔医师 一番寒暄后 保罗终于带领杰克走进了长浪计划的实验室 防言中异力的球形机器 勾而显眼 保罗告诉我们 威廉在得知这台机器的规模后 有些反应过度 并说到这样研究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危险 而保罗则认为设备一切正常 不能就此放弃 我们略感为难 一方是自己多年的好友 一方是自己的亲哥哥 双方应是像实验大的有点僵怒 但这一切并未影响保罗的热情 此刻他大半夜把我们邀请过来 就是希望和我们一同分享 这一见证历史的时刻 在保罗的倒数声中 保护发射核弹一般 两人同时钻动钥匙 在精速的轰鸣作响中 机器启动了 没想到这竟然是一台时间机器 它的操作并不算复杂 只要在机器上设定好穿越的时间 实验者从一头进入 缓让一圈后从另一头出来 就能抵达机器预定的时间 而今天 保罗将亲自进入 成为穿越时间的第一人 我们也将成为历史的见证人 机器时间被设定为两分钟前 所有红色按钮被按下 正当保罗满花信心地进入其中 可没想到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时光机的出口 会让出现了另一个保罗 这让我们大为疑惑 你们研究的是时光机器 怎么变成了复制工厂呢 没问题,坚持静置你 坚持静置你 有两个人 你刚刚凝困了 这就是正确实实的 这就是什么事 他...他...他...我 一个未来的我 从两分钟前进入 你的邪恨未来的自我 我们完成了 现在进入了机器 你必须决定的继续 是的 是的 当然 虽然这一刻我们一脸盲展 但保罗认为第一次实验成功了 心情大增的他立刻开始了第二次实验 时间设定在未来的五分钟后 居然两人都准备就绪 保罗再次进入机器 此刻哥哥突然拿着手枪冲进来 大吼子让我们立刻关掉时光机 这样我们陷入了两难 但保罗此刻还在里面 没人知道强行关闭后 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得不先阻止 是个情绪激动的哥哥 至少也要等到 这次实验过后再说吧 可哥哥非常的惊苦和紧张 不惜拿着枪对着我们 甚至大喊到时间到头了 机器的能量突然爆发 时光机已经处于过载状态 狂暴211的能量清晰而出 将中人击倒在地 再次睁眼 索性把握在机器中并无大碍 让人难以置信的事 周围的一切都禁止了 唯独这二人还能在空间中移动 通过触碰 结果成功将哥哥的禁止状态解除 而恢复过来的哥哥却叨念走 他警告过我 他是谁 警告什么 还没有问清楚 另一边的保罗 却被困在时光机中 无法脱身 保罗决定穿过时光机 去到未来寻找几句办法 此时 开头提到的莫拉奇公司的武装人员 突然杀到 要追捕兄弟俩 而主角二人见识不妙开始逃命 至此 一场有关静止与运动 过去与未来的战争全面展开 卫莫迪工作室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马克斯佩恩 控制 心灵杀手 都是出自这个工作室之手 而量子破碎 则只有卫莫迪在2016年 开发了一款第三人称 科幻收集游戏 玩家扮演杰克·乔伊斯 在卷入这场即将毁灭世界的 时空灾难中 突破重重追杀 寻找挥救一切的办法 游戏的玩法和后续 该工作室推出的控制较相似 利用各种武器来和 莫拉奇公司的武装人员对抗 熟悉嘴目里的观众都应该知道 他们对于枪战和慢动作的 刻画十分到位 从马克斯佩恩延续下来的 子弹时间 在本作控制时间的世界观下 怎样的极其出彩 不过枪戒游戏的类别 在游戏中并非着重表现 甚至有时候弹药 较为匮乏 由于这场实验 导致整个世界的时间 出现了剧烈波动 时而禁止 时而崩裂 而我们的主角在实验中 被迫吸收了外泄的能量 进而身体拥有一些操控 和突破时间的力量 通过收集散落在各处的时间起点 能解锁和升级角色的 一系列特殊技能 利用有透视能力的时空视野 能制造静止区域的时间停止 能闪现位移的时光闪避 骗着子弹的时间护盾 造成大规模杀伤的时间爆炸 以及用于快速奔跑 和近身周波的时光充斥 虽然名字有点中二 但是每个技能的射击都十分精妙 像是时间停止 我们可以用它困住 神匹中角的精英敌人 然而疯狂向禁止区域中 宣泄子弹 由于技能特性 敌因和射出的子弹 将会被战时冻结 等到技能一结束 所有的子弹将会一瞬间 射向敌人 造成极大的伤害 如同后座的控制一样 王家将根据不同的战况 链上这些技能组合 并配合手中的武器 来抵御敌人的袭击 在慢镜头的加持下 枪战场面的视觉冲击力极强 并且敌人死去 在半弓迎致 有一种恶灵附身2的 一样美感 所有技能的升级 这些技能将会提供额外的效果 除此之外 游戏还包含了一定解谜和设计要素 解谜部分设计得很巧面 由于主角拥有一定时间回缩的能力 可以利用这个能力 还原被破坏的场景 或者回缩 观察前任的行为轨迹 以此来获得关键信息 虽然这些玩法不错 但对于整个游戏而言 并非是闪光点 如果你们对这个游戏有说好耳闻 就知道它有个很有趣的说法 买游戏 送美剧 相比于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过的《心灵杀手》 将游戏的剧情充分美剧化 玩偶游戏 甚至还有前进提要的元素出现 对于游戏的剧情展现 一般来说大家较为熟悉的搞法是 每关之间直接放过几十秒 或者一两分钟的CG动画等差不多得了 而量子Bossy 则在游戏的美剧化方向上 走出了精英的一步 直接在每一关后面 穿插了一级正人的电视剧 补充游戏主线故事的同时 也讲述了游戏之外 另一条故事线 真人演绎就算了 没让到每一集剧情 居然长了20到30分钟 我记得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都懵了 甚至看到后面都已经快忘了 我是在玩游戏 并且这些真人电视剧不但制作精良 量子破碎的角色 都是由自明演员出演 比如试验主角杰克的演员 就在X战影中试验过冰人 巴罗的演员艾丹杰隆 在美剧全力的游戏中 实验过小指头 女主角被刺的演员 和另一款游戏控制中是同一人 在这些演员的出色表演下 游戏人物的面部表情 肢体语言显得更加真实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游戏的这些影片 貌似不包含在下载的文件之中 职业本地播放 而是采用需要联网的线上观看 由此说如果你是非正版 可能看不到这些剧集 同时线上观看也有点问题 如果你的网不是很好 就如同网上看视频一样 出现缓冲 甚至直接卡住 不过一般来说 正常的家用网络环境 问题不大 游戏主要有章节关卡式构成 有五个章节 也就是说一共有四个剧集 更为离谱的地方来了 在美观的结尾 我们会遇到多种剧情的分支选择 这些选择不但对游戏的剧情 产生影响 甚至真人影片的内容 也会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在大体剧情不变的情况下 每一集根据玩家的选择 他们竟然还拍了两个不同的剧情 直接变成了八级故事 这个可谓是大手笔投资了 不过总体来说 不同的选择并不影响最终的结局 只不过我们在抵达结局之前 某些角色的存活和部分细节会发生变化 在面对一些事件的走向 做完选择后 你甚至还能看到你的好友们 有哪些人跟你做了相同的选择 如你在美观的某些关键点做了互动 比如在第一关的白板上 做了公式的修改 那么还会产生量子联异的效果 游戏的行为 将会导致在真正聚集中的部分内容 产生额外的变化 这一系列设计在16年的时候 是非常有意思的 量子破碎 构建了一个极其出彩的剧情 但当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缺陷 就是他太想给玩家 讲明白这个故事了 这边导致游戏中 出现了大量需要阅读和收集的文本 这对于正在玩游戏的玩家而言 并不友好 不少人压根就不愿意看这些文字 少部分愿意体验剧情的玩家 却因为游戏的文本 动不动就一长串 就算看了 后面也容易忘掉 除非像我这种全程录品 之后一个个重新调出来整理阅读 不然就大部分玩家最后通关 都有点懵圈 导致这个剧情 反而因为展现方式的不合理 使得很少有人知道 他到底在讲什么 不过当我理清楚 每个角色的时间线后 才恍然大部分游戏中所说的 洛维寇夫之下性原者 以及结局真正的含义 我们的世界是已经被改变过的最终结局 游戏流程包含两个小时正人聚集的部分 大概在十个小时左右 皇家还能在里面发现 《心灵杀手》中 叶犬电视节目的彩蛋 容易对游戏感兴趣 《量子破碎》是一款值得体验的作品 我们的主角莫名其妙被卷入了这场时空灾难 还要面对武装人员的不停追伤 那么《量子破碎》到底讲了什么故事 如果你决定继续看下去 那么请准备好自己的大蓝 我们一起经历这段时间之旅 由于《量子破碎》的剧情非常复杂 为此我们将分上下期给大家讲 同时会讲出有意中还有一条暗线的存在 还没逃出地下 兄弟二人就被莫拉基的士兵堵入了去路 枪声响起 突然周围的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子弹在眼前缓慢地运动着 双方都愣住了 来不及多想 杰克一个闪生扑倒的哥哥 时间再度恢复流动 子弹从头里划过 主角一把抢过哥哥手中的枪 将士兵击倒在地 这一切太过于科幻 但两人来不及细想 开始跑路要紧 夺过追兵 在电梯中哥哥向我们解释道 可能刚才的时光机事故 引发的时间段里 想要修复 必须要找到反制对策 电梯门打开 外面的士兵正在守住待徒 而就在此时 整个世界除了杰克 再度陷入了镜子 帮哥哥恢复正常后 他告诉我们 现在状况为时间跳针 是时间即将走向镜头的前兆 并且随着时间镜头的接近 跳针会愈发频繁 最后当时间镜头真正来临时 世界万物将面临永恒的镜子 这将是另一种世界末日 趁着跳针出现的机会 两人赶赴停车场准备逃离学校 可当我们解决了门口的伏兵 躲在后面的哥哥 还是被莫拉奇的人抓走的 杰克有的追踪 突然被一把枪指住了后脑 对方是一名外表概念的女性 莫拉奇故员 她并没有开枪 也没有阻断我们 这名叫被刺的女人 只是很意外地叫出了我们的名字 她告诉我们 哥哥被带去了图书馆 如果想要挽救这一切 那么得加快步伐 我们已经来不及细想她的身份 赶忙向图书馆进发 莫拉奇的直升机正在时光机撤离 看起来他们是尤贝尔来 在找到哥哥后 利用时间停止的能力 解决科学他的士兵 正当兄弟二人准备离开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走得出来 没想到竟然是保罗 本该乘坐时光机去到未来的他 竟然出现在了这里 然而此刻的保罗仿佛变了一个人 眼中带着杀意 面容也畅扰了许多 并且和莫拉奇的士兵在一起 跟科巴大斯 他也拥有控制时间的能力 一击冲拳将我们打飞了出去 从昏迷中醒来 只见保罗拉着枪指着哥哥 淡来的说道 一切都已经成了定局 没办法改变 而哥哥坚持说他已解决时间断裂的办法 但保罗轻蔑地否定了他 两人只是在科研上的分歧 却演变成如今绅士的矛盾 保罗下定引爆了图书馆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哥哥 被淹没在图书馆的碎石与尘埃之中 随后被莫拉奇的人打晕带上了车 视角来到保罗这边 从之前他和哥哥的对话来看 这个中间的保罗 很可能就是之前实验室里 创业到未来的保罗 只是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最终成为了莫拉奇的领袖 此时他正好他的黑人副手 同时也是莫拉奇名面上的执行长 马丁 一起商讨 针对大学队武装行动的善后工作 马丁这个人很重要 请大家务必记住 面对大学队 最开始我们遇到的任命与害艾米 作为整体实验的目击证人 此刻玩家可以选择强硬手段 将他直接灭口 也可以选择公关手段 威胁证人把罪证推到杰克头上 面临两种角逻 保罗都能遇见其衍生的部分未来 这将对游戏的后续展开 产生影响 如果选择公关手段 与学生迫于威胁 不得不将罪行推给杰克 城市中将贴满杰克的通缉力 但是在之后 艾米会遇见杰克 并成为他的伙伴 如果选择了强硬手段 与学生会被杀掉 后面我们的同伴 将变成一开始 在我们的学校的出租车司机 权衡力弊后 保罗选择了公关手段 利用艾米散步谣言 下到完命令后 保罗向罗的回忆 那是他和我们在实验室分别的画面 为了离开时光机 疯狂的保罗决定穿越时空来脱困 然而他并不知道 时光机的另一头究竟是何时 莫拉奇的经约干员博客 刚那家和妻子温存骗客 突然接到上司的电话 带着主角的家运车失联了 为了他只能动身前去调查 同时这一情况 让莫拉奇的公司 开始怀疑有内鬼 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料 压送杰克的人 正是之前帮助我们的贝斯 他将主角转移到了一个废弃仓库 贝斯正打算帮杰克松绑脱身 博客便出现在他的身后 就要两人对峙时 手中的枪突然消失了 以便消失的还有我们的主角 博客一脸茫然 而贝斯立刻心理神会 跳针现象又发生了 对于普通人而言 发生跳针现象完全察觉不到 也许时间已经静止了几分钟 或者几小时 当恢复时 他们只是感觉那是一分间的事 静止了前后被流畅的衔接 但对于我们来说 跳针发生的时间足够逃跑了 其实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有没有可能我们如今的世界 也正在发生时间跳针的现象 也许现在感觉这一秒 看起来很短暂 但说不定中间跳针 已经搞了好几天时间了 只不过我们作为普通人 完全察觉不到 贝斯这时候向伯克解释道 刚才发生的现象 是因为时间正在断裂 墨子马上就要发生了 届时大家都得完蛋 我们的主角杰克 就是拯救世界的关键 然而莫拉奇早就知道这一切 为了应对墨子 他们秘密准备了一个救生艇计划 听到这一切的伯克大为震惊 将他自己的妻子 和还未出世的孩子 此刻他对莫拉奇感到十分失望 自己为公司鞠躬尽瘁 为了让他最后成为了局外人 于是他决定帮助贝斯 两人解决了莫拉奇的真远后 便分头行动 伯克负责去实验室查明情况 贝斯则遇到主角 意外的是 亚运撤离的监控 拍下了伯克持枪的画面 正让莫拉奇的人认定伯克 就是地步的叛徒 对他展开了追击 纵然伯克伸手不凡 还是被安保人员截停了下来 回到主角这边 正如之前所说 他利用跳针的禁止时间 逃离了控制 但如今的情况很糟糕 整个世界瀕临崩溃 回想起哥哥之前说的反制对策 如今我们得找到这项措施 才能力挽狂难 他报过程中 被识通过预留的耳机 联系上了我们 虽然他身份神秘 但只要在暗中提供了不少帮助 他告诉我们 代引来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此处是莫拉奇 才以实验粒子的基地 有观众肯定想问啊 实验粒子是干啥的 在这里 曾经发生过一次 原爆点的事故 让周围产存大量的实验粒子 当跳针现象发生时 身处实验粒子的事物 可以不受影响 能随意在静止的时间中 传说活动 而莫拉奇公司 正在采集这些例子 想必正在执行母亲秘密计划 在路上 我们就下了囚禁于此的女学生后 我们找到了哥哥 提到的反制对策的重要信息 一把打开游泳馆的关键钥匙 想必在那座游泳馆 有能扭转一切的东西 跳针再次发生 此刻在精致的实验中 不再是我们的主场 一些身穿实验装置 可以在跳针期间 只有移动的士兵 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原来莫拉奇公司才以实验例子 有一部分就是为了应对这些情况 再仔细想一想 如果他们大量掌握了这些技术 那么当普通人 从静止中恢复过来 一转眼 是也可能被莫拉奇控制 解决掉难缠的实验士兵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哥哥 曾经的实验室 历史和现实突然交错 杰克看到了哥哥多年前 在这里工作的残影 他一个人作者 关于时光界的研究 直到他的残影消失 取而代之的竟然是贝斯和保罗的碎片 两人正在争夺一个球状物体 突然白光一闪 原爆发生了 此时的杰克并不知道 这一时间碎片意味着什么 要想那些真相 看起来得和贝斯会合 在与贝斯的交流中 我们投资他早已知道哥哥 造出了反制对策 也许哥哥预料到这一切的发生 只不过现在的反制对策 不见中意 即使通过哥哥一路的线索 来到一处飞机游泳馆 不想到里面竟然有另一台时光机器 不过时光机竟然在这里 若能将它启动 回来哥哥刚发明出反制对策的时间 或许事情还有一丝转机 然而面对复杂又庞大的机器 主角一行压根就无法启动 甚至连哪儿出错都查不清楚 于是他们转眼一想 自己弄不了 终于人能弄吧 贝斯说公司还一个人懂这玩意儿 那便是一名叫索菲亚的女博士 为此主角想了想 既然保罗一直在追捕我 首先我干脆自首 直接深入内部 到时候贝斯离一外合 再找机会带着博士 就这样 主角大胆地出现在保罗面前 保罗的表现也并不意外 他早已预料到我们的到来 一番审讯过后 趁私下五人 贝斯如之前的计划一般 悄悄地放点的借口 在寻找博士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保罗 所谓救生艇计划 保罗就见到的未来时间 会走向尽头 整个世界都将陷入镜子 而这一切 随着时间的流逝 无法阻止 为此他决定做出准备 想办法制造出一个空间 把公司顶尖的人才 带入这艘救生艇 救生艇中的十元例子 可以让这个空间 维持运作五十年 然后利用这五十年 慢慢解决外界 时间尽头的问题 在沿用中心 我们还取得一件 在禁止时空中 能只有一种的武装人员 所穿戴的十元背心 此刻来到地面 准备带着博士 然而现场突然爆发了枪战 一架自杀无人机 准备冲入博士的房间 试图将其灭口 就在此刻 再次发生了时间跳证 组织一些人 赶紧将博士带着 临行前 他们留意到无人机 是黑人马丁受益制造的 看起来马丁 似乎想掩盖什么秘密 决定直接处理掉 在带骗到游泳池后 两人开始忽悠他 把时光机修好 就在博士修理机器的时候 他们突然看到墙上 一副奇怪的涂鸦 和一本背诗留下的日记 这时候的背诗告诉主角 一件曾经的往事 那时候是1999年 当时他还只有8岁 一天有个神秘的女人走进他 告诉年用的背诗 他从未来而来 并透露一些关于未来的细节 还留给了小背诗一本日记 上面写完了日期 时间和相关的证据 当时的小背诗毛不明所以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发现这本日记上 所记载的内容和事件 在一一发生 而这个神秘的女人 就是未来的背诗 他在日记中 教导言用的自己 帮助她训练 一切都是为了 引导她找到杰克 找到反之对策 把时间从断裂的边缘 拯救回来 仿佛命运已经注定了一般 把他们推向此地 当你第一次读到这份笔记 一定会看不懂 终于一天 你会相信上面写的每一个字 我非常的清楚 因为我已经在那里了 抬头挺胸 拖拖 你将完成非常伟大的创举 此时 我们还不能理解这本日记的含义 很快在中文的努力下 时光机被修复完毕 所有机器的启动 如今是2016年 他们设定好回到6年前 2010年的时间 随便在那里 找到有那时的哥哥 演出出的反之对策 来挽救这一切 时光机的闸门缓缓地开启 贝斯一股反过地走进去 然而我们却意识到了不对劲 门开错了 时光机有两个入口 从左侧的大门进入 顺时针走一圈 是去向未来 从右侧的大门进入 一时针走一圈 才是回到过去 当时博士 先打开了左侧的门 贝斯下意识地就走进了错误的入口 不应该回到6年前的他 不让他去到了6年后 也就是2022年 这一幕把我们气得要死 觉得是博士在搞鬼 准备掏枪就把他干掉 但冷一下来后心想 还得回来了 算了 于是在此确定好日期后 我们呼声一人走进了时光机 在缓写的走道中前进 主角看到一些模糊的身影 时空变换 常常已经走完 还是那个游泳馆 而面前的一切 却已经截然不同 我们回到6年前的2010年 反制对策 刚被哥哥制造出的这一天下午 一番探寻 发现桌上有些电子邮件 寄件人是自己的哥哥 而收件人就是贝斯 上面后来显示 是贝斯在引导哥哥 制造出的反制对策 可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正当我们疑惑时 是四桌大的游泳馆中 传达了枪声 看起来这里不止我们一个人 寻找枪声 我们来到一个房间 一个人正对着靶子 疯狂地射击 我们掏出了枪 慢慢地接近 突然那个人转过身来 看清楚后才发现 竟然是贝斯 而贝斯一见过我们 直接绷不住的 情绪激动开始嚎啕大哭 向我们讲述这一切的经过 到这儿肯定有些观众 有点懵了 怎么证据的又在这儿啊 接下来是这个游戏最精彩 也是最关键的地方 为大家理一下 发生了什么 游戏中的主时间线 是2016年 在游戏开始的 大学时光机器中 由于机器出了意外 让年轻的保罗 被传取了未来的2022年 而在2022年 时间走向了尽头 整个世界已经静止 年轻的保罗 就见到了这一幕绝望的景象 不过他由于和主角一样 受时光机爆炸 吸收了石原粒子的能量 以至于只有他 能在那个静止的世界中 自由活动 而主角一行人 在游戏馆再次开启时光机 原本设立六年的跨度 准备从2016年 回到2010年的他们 结果因为贝斯走错了 也去到了2022年 贝斯在那里 也见到了时间的尽头 不过他当时 穿着主角从公司 顺着石原背心 让他也能在那里 自由活动 结果遇上了惊掉下巴 已经困在那 几个月的年轻保罗 保罗心想 耶 竟然有个人 传来这儿来陪我呢 可经历过这一切的贝斯 一见保罗就来气 以为他就是莫娜奇公司的首领 掏出枪 二话不说就打了起来 一脸懵逼的年轻保罗 就这样被贝斯一直追杀 直到有一天 保罗恰好找到了 哥哥的时光机 他把时间设定在那 机器人回到的最早一天 1999年 啥也不管了 赶紧跑吧 贝斯也紧随其后 跟着冲了进去 那是哥哥最早 成功造出时光机的时候 对哥哥的世界而言 更倒霉 辛辛苦苦 终于整出了时光机 马上就要拿个 诺贝尔奖功成名就 结果机器刚一激活 里面就冲出来 一难一遇 然后拿着枪乱射 还没整明白发生了啥 自己就挨了一发子弹 在地上圈着 所以说时光机这玩意儿 还是很危险 回知道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 最后保罗利用闪线 逃之夭夭 只留下贝斯和哥哥 这便是两人的第一次相遇 年轻的保罗溜了后 见过未来时间尽头的他 开始做准备 通过一番努力 当上了莫拉奇公司的首领 直到2016年 我们再次见到他 在图书馆 把我们暴打了一顿 而贝斯则告诉哥哥 他去了未来的2022年 一切都禁止了 那是个绝望的世界 于是哥哥得知这一消息后 放下了手中时光机的盐子 开始着手反制对策 就这样贝斯在那里 见到了曾经燕奥的自己 也陪着哥哥研究了11年 直到2010年 反制对策终于照了出来 而这时 主角通过正确的时光机器 回到了2010年 虽然两人在2016年 几分钟前才分别 但回到过去的主角 在此刻见到了绕了一大圈 哭吊了我们11年的贝斯 11年时间 让贝斯等得太久了 他情绪系统地告诉我们 他所遭遇的一切和经历 当我们问到贝斯 为何不回到未来的2016年时 贝斯的眼神中 充满了闪躲与负担 因为他心里清楚 这一期结局 终究是绝望的 感谢收看本期的游戏不止 之后我们将继续讲述 量子破碎的剧情 结局 所谓落为扩幅自家性的远轴 到底是什么 以及游戏中的一条暗线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投币 点赞车上转发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